今天Jab McNeil是在第七局的時候以代打的身份上陣 獲得了數外球保送 接下來要輪到MultiBest跟Mightrow 這場冠軍爭霸每個隊是先行得點 不過日本隊二局上半率可以反超 而且隨後還擴大領先優勢 每個隊則是到八局上半看了Schwab的全力度 追到一分 滿球數 MultiBest 大成的界外 這還是盡量跟他糾纏 不放過他 不輕易放過他 其實這幾個球都投得滿漂亮的 速度也好 邀尊左達者後腳的滑球 兩號三塊的滿球數 目前為止投了六顆球 交給他啦 第三個優勢堅固 把最後三個優勢堅固留給子弟兵 第七顆球 九十九安天丁 沒給喔 獲得了保送 九局上半 美國隊的攻勢有了好的開始 九十九麥喔 壓在好球帶的下緣喔 確實如果從虛擬好球帶來看的話是差一點點喔 現在這個時候 每個隊選擇要使用代跑 要使用代跑 要使用代跑 打擊輪到了 Mookie Bet 九十八麥 壓在外側 先搶到第一個好球數 今天Mookie Bet前面是四個打數 兩支安打 以開路選擇來講的話其實有把自己的責任給做到 嗯 現在在馬鈴運隊的主場了 美國隊的球迷是高喊USA喔 要為打線助威 往地上來 幾乎抓了兩個 四六三的打護拳 對決了 激情怒吼啊 三田哲人 原田重量 再加上剛穩和珍 側落這次雙殺 對 而且這一個球打出去的那個彈跳是好處理的啦 所以他 而且他離雷到又近了 所以剛好是形成一個 比較好抓雙殺的一個機會 哇 現在是全世界榜球迷 都期待了時刻 VITRO生涯第一次對上大谷翔平 這會不會是世紀大對決啊 絕對是世紀大對決啊 兩個人是天使隊的隊友 但現在是對手喔 絕對不會手下留情喔 全世界最好的兩位棒球員 哇 這個腳步很大的喔 沒給 變化球第一顆沒有塞進去喔 VITRO今天在前面四次打擊呢 有一支常打 不過那個是靠腳繩跑出來的 對 接下來領到兩支三陣了 擊出一個右半邊的飛球 一壞球出了 速球的腿絕 一百米 VITRO回到落空 現在日本的隊友大概也 做不太住喔 應該做不住了 全部都是掉在這個欄杆旁邊喔 一好一壞 美國隊的最後反攻機會喔 隊長 MITRO把這支外角輸球給選掉 一好兩壞 今天的直球大概 現在 許拉夫也都有一百米以上的水準 對 放得比較出去一點喔 哇 這裁判也看得蠻蠢的 今天主審也蠻蠢的 美國隊總局上班 雖然先獲得寶送 但MOOKIE BASS 滾力球形成了雙殺 沒錯 一好兩壞 這個球出發了 揮棒落空 一百米的火球擺在五號位 直接硬拚 好 真的拚了 用我最好的球來對決 這個是五號位 這五號位 沒有打到 我覺得 神尊的這個 機會沒有那麼大了 兩好兩壞 現在優勢倒向大谷這邊 對 剛剛那個球沒有打好 有一點可惜 距離冠軍 剩下最後一個好球 打五小廷做好準備 兩好兩壞 哇 一百零二麥喔 在東京巨蛋上的八強戰 當時也測到了一零二麥的速度 是大谷生涯最快的一球 應該還是速球對決吧 超過了一百六十三公里的時速 是 一個球會定勝負 相信最後應該還是會選擇用四縫線 我覺得應該是速球 就看到底是誰技高一籌 沒錯 對上Otani 滿球數 變化 Mai Chow 三陣 大谷小平 拿到了九年成功 日本隊 三比二擊敗美國 成為了第五屆 WBC世界棒球經典賽的冠軍 這一場四季對決 最後是投手大谷 擊敗了隊友Mai Chow 最後是用跟滑球來定勝負喔 那個不打應該也是好球耶 感覺上 哇這個對決很精彩 非典型的調度方式喔 大武翔平這樣比賽變成日本武士隊的守護神 上來投出一次變相的三上三下 幫助日本隊獲得對死第三座經典賽的冠軍獎盃 對 關鍵當然是那個第一棒啊 被子那個雙殺打 當然也是蠻關鍵的 不過促使這樣子的一個經典對決 我覺得也是一個巧合啦 我相信這是全世界棒球迷都希望看到的劇本 最後也在九局上半看到的大谷對決隊友Mai Chow 最後這一顆 哇真的不打應該也會被拉喔 應該是 應該會被拉 大谷 拿到了最後一個出局數喔 相當興奮了手套球棒都不要了 要的是隊友的抱抱喔 七戰全勝 日本隊成為了第五屆的冠軍霸主 也中斷了美國隊想要完成聯霸這樣子的目標喔 這場第一比分的對決喔 完全就看雙方投手群戰力的發揮喔 對 這兩邊的投手表現都蠻出色的啊 只是 最後這個對決真的是很精彩 一百零二萬的火球 大幅度變化的滑球都出現了 投手大谷 壓制住了隊友神尊 欸 這個沒有辦法啊 看起來 應該好手都進出了啦 九局上半其實美國隊 對 也曾經燃起一絲希望 嗯 先獲得了寶宋 但沒有想到Mookie Bass那個滾地球 讓整個戰況又發生變化 對 而且那個擠出去剛好是 滿好做雙殺的一個位子 彈跳也比較好 好處理好 前面其實也要揮這個 一百米的火球沒有揮正喔 那最後球速陷入不力 又變成了滿球速喔 對 一個滑球過來 其實你真的會錯手不計 兩隊上演的頂尖對決 最後是以日本隊贏球畫下的據點喔 這場比賽在攻防兩端 在投手群的發揮 都有精采的表現喔 日文隊七戰全勝 也成為了日多米尼加 在一三年之後 第二支經典賽 全勝奪冠的隊伍 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最後的時間